所以你看我們再看一個HTML5的 有沒有很久沒寫書法 很久了 自從那一天 不是那一年 你進來這邊這個網站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看看它到底人家用它來做什麼樣的效果 你看我們點到這個Gearly就是所謂的E朗 這個是HTML 不過最後注意一下,你必須要用IE8以上 應該是IE9 因為IE9才支援HTML5 不然你就要用我們現在這個Google的或火鍋 就行 這這邊有沒有看到有一些沒有寫的 這個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分享到那裡Facebook 也可以把它分享到其他Twitter之類的 所以當然你可以進來 那你用繞的就是可以直接來寫的 它不讓你寫 你進來這邊你看 它這個可以像這樣 那事實上正常來講它前面會先播一段動畫 那你可以選擇筆比較粗 筆比較細 筆比較濃比較淡它有不同顏色有沒有 你點下去 沒有關係 好 假設 這樣子 我就要開始來了 有沒有寫過永智巴法 怎麼樣 用電腦寫也不錯吧 重點是你可以play看看 你看按finish 你可以replay 你就知道你以前怎麼寫的 很特別 好 那重點是你按右鍵有沒有發現不是FH 因為有沒有按右鍵 平常這種狀態 視頻都看起來都是FH 反正發現不是 因為這就是xml5 好 xml5 所以呢 你假設你有分路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分享到 這個Facebook裡面去 或者Twitter 很好玩 所以你不喜歡 你可以把它clear 重新 再清掉 那 所以我剛剛要給你看那個所謂的異狼 異狼的部分呢 其實不定只有寫字 因為你也可以拿這個什麼 有人拿來畫圖 畫國畫 很厲害 我發現這個很像 還有畫那個李小龍 很像 那你就可以按play它 你可以看到它怎麼畫的 很厲害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而且事實上還有不一樣的那種就是 動畫的方法 那這個都是一個蠻特殊的 好 它上面有這裡 你如果去那一覽 預設是這裡 就是用最新的 你要看這個 就是按照什麼 熱門程度有沒有 你看這個李小龍 有錢 你看還可以畫這樣 還可以畫這個 有沒有 人家一支筆也是這樣畫 我們一直比 大家都一直比 為什麼 Wafety卡在這 那出來卡這麼多 那 你看一下 一般如果你看到這個 你也會想說好像是黑色的有沒有 對 我們網路上不是可以這樣滑滑滑去 像現在四位型手機那樣的感覺 可是這個當然你按右鍵也是什麼 不是 不是黑色 所以你這個就是都很特別 那你點進去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大概是怎麼做的 他就秀給你看 那當然你就可以直接分享出去 所以 應該各位就看得比較仔細一點 好